Hello 大家好 我们接下来进到第四册 Lesson 3 A Song to Help the World A Song to Help the World 各位可以看到title 能够帮助世界的一首歌 看到老师会把这个to do something 这个后面的不定词呢 当作一种形容词 由后面来修饰前面这个名词 好 它的句型呢 我写在这边 各位可以帮自己补充 以后如果你看到名词后面有个to 加上原形动词 这样的一个句型 把它拉下来 这个名词后面加上不定词 这种句型呢 很常在我们的文章中看到 所以呢 如果你看到名词后面有一个不定词 好 名词后面有一个不定词 那这个不定词呢 可以当作形容词来使用 由后面呢 修饰前面的名词 所以A Song to Help the World 就是一个能够来帮助世界的一首歌 好 那在我们今年呢 2020年的一开始 我们的世界就发生了一些事情 其实让大家的心情都非常的沉重 像我们的土耳其的地震 那没有做多久 在快要放新年之前呢 除夕之前又有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就是对岸 他们武汉呢发生了很严重的冠状病毒的这种流行 所以都可以感受到当现在这个世界呢 不是只有你是你的国家顾好就好 我的国家顾好就好 而是大家已经是一体的 We are a one 我们是一个一体的东西 所以当哪一个国家出状况 其实我们也会接连的受到影响 所以没有再分国了 像大家是一个 就整个大家都是住在这个地球村上面 大家是要互相帮忙的 所以因为在这种紧急 或者是世界的某一端有人发生事情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人性 可以看得出来有些人非常的 非常的 那个人的本性就会出现 有些人恶就会出现 有的人会诅咒对方 会看好戏的心态 但是世界还是会有一些好人在 他们会出来 不管是出钱出力 甚至是用自己的方法 去为这个世界做祷告 所以你会看到像有些 遇事在这种地球上发生一些危机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人站出来 不分国籍 不分人种 得来帮忙 像我们土耳其发生地震 我们台湾也立即就过去帮忙 那像这次的冠状病毒 世界各地也很多人呢 不是那种 就是 不是那种就是 具中国人于外 亚洲人于外 而是会想办法帮忙 捐钱 捐口罩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在一开始老师要讲这一课之前 想要让各位来回顾 我们一开始发生的事情 A Song to Help the World 其实它是一个文章 希望透过这个文章来发 让大家知道说世界大大是一体的 像最近的Country with Confirmed Cases 各位可以看到一篇文章 看到这个图片 就是我们一开始 也是现在台湾 还有整个地球都是面临到的危险 就是这个冠状病毒 所以有一个字你一定要认识 叫Corona Corona 各位可以看到老师指标这边的 C-R-O-O-N C-O-R-O-N 这个字 C-O-R-O-N-A Corona 这个字叫冠状的 我们那个头巾 头冠的那个冠 那Virus 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字 V-I-R-U-S Virus是病毒 所以Corona virus 就是冠状病毒 那这边又讲到武汉 W-U-H-A-N W-U-H-A-N 武汉Corona virus 这里有很多的Cases 其实台湾自己本身 有几个确诊的病例 在台湾 Japan Hong Kong 像是Philippines China 几乎中国 整个都沦陷了 南韩 最远到尼泊尔 印度 甚至到欧洲 德国 法国 英国都有了 然后美国也有确诊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各位可以感受到 现在啊 等一下我们在这首歌 在这一个第三课 他想要介绍这首歌当中 各位可以去感受 其实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分 我是这个国家 你是那个国家 而是我们是整体的 大家都一起住在地球上 所以你好 我也会过得好 你如果发生事情了 那我也一样会是跟你一样遭受到 甚至会遭受到跟你一样的状况 然后我们的心情一样是跟你一样感到沉重的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我们这一课要介绍的啊 是一个叫做位在海地 位在北美洲 这个地方的一个国家 叫海地 它的位置在这边 然后呢 土耳其 土耳其是位在这个欧洲的东方 这个地方 土耳其是在最近发生地震 所以一开始2020年 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我们就很沉重的事情发生 真的希望世界都能够平安的 无事的度过 顺顺的度过的每一天 那讲到海地 来看一下海地哦 让你对这个地 国家能够稍微了解一下 海地呢 又简称